莫名气少年改骑这个骑这个改装的机车 在警局门口猛按喇叭挑衅 警方的队伍人开出了20张的罚单 罚款超过3万块钱 但少年反而是在脸书上贴文炫耀 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朱贤明来告诉我们 谢谢 好 大家看到就是这一群的飙车子 竟然是没有大安全帽 只见了把这个改装机车的骑到警察局门口 不断的按喇叭 还用这个震耳欲容的排气声让 往如是在挑衅警方一般 但是警方也不是毫无的 赶快出门来进行拦截围捕 结果把这群的无罩骑这青少年全部拦下来之后 总共是开出了20张的罚单 合计超过了3万块的罚单了 这到底说了少年被开了这么多的罚单之后 可能是很难跟家里交代 觉得懊悔才对 结果这名少年的技能就在脸书上面 直接的po文po照片说的 自己拿到这个罚单 宛如是拿到红包一样 简直是比重乐透了 还要光彩这样子的想法 让少年家长甚至还有了前来关心的名单 感到不敢置信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法 再看一次当时青少年的结伙成群的舞台 机车不但是经过路口没有减速 高速过弯之外 还沿路狂按喇叭 边起边回头 企图引起警方的注意的宛如是在挑衅警方 结果被开罚单之后 竟然是还在脸书上面贴罚单的照片 觉得自己非常的嚣张 非常的威风 就这样子的做法 不只是警方罚单造罚 就能前来关心的名代 觉得第一名的棋手不管 让少年得到应有的惩罚 就播